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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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亚历山达 你在这干嘛 沈小姐让我帮她拿一份文件 沈小姐让你帮她拿文件 你怎么回事 不练武了 练武是小事 其实我是不想在这个时候跟她正面有冲突 建峰 如果有一天高云飞变得丧心病狂 你们俩必须针锋相对的时候 你能对她下得了手吗 你为什么要我选择 为什么一定要我选择呢 难道我脸上写着我是一把刀我是一把枪 我必须得这么做吗 对不起 可能是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这不是你的错 只是每次我想到这样的事情 我心里就会非常难过 报告 什么事 走 怎么了 沈教官 你看 这么快 原本我还以为 东西我弄打了 明天下午 我给你文件 你给我枪 一言为定 好 我不能在这里待久了 沈小姐是个聪明人 你这么快就搞到了 对啊 虽然这第一批只有二十只 可是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多少危险 惊心动魄 现在军校的人都在追杀我 我只能住在你这儿了 这没问题 钱我来弄 那钱呢 高老板 有客人呢 乔老板 你来得正好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亚历山的先生 我的合作伙伴 也是我说过的大客户 这位美丽的小姐姓乔 叫乔琪 你就叫她乔老板吧 这次她带着一大笔资金 来跟我们玉兰堂合作 没想到 乔老板也是买卖行家 幸会幸会 来来来坐下谈 乔老板 请喝茶 亚历山的先生 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他可是什么生意都做啊 我们刚刚谈好了一笔生意 明天就要银货两气 如果乔老板也有兴趣的话 跟着我参一股包赚不赔 那 两位做的是什么买卖 买卖是好买卖 只是 时间上紧了点 明天 那我还得 乔老板来到此地 我高云飞可是一直留心着 要跟你做做买卖 只是要有一个好的机会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乔老板不会没有胆子参与吧 好吧 那明天我就把钱带来 嗯 嗯 压力山大先生 看看我们乔小姐 一谈就这么圆满 嗯 对呀 很圆满 要不怎么说 高先生是商业居子呢 压力山大先生 为了我们明好的明天 就以茶代酒 干杯吧 干杯 干杯 那个洋人中午就要见到钱 你们决定 给还是不给 洋人 你是不是说那个白鹅 我都搞不清楚 他和高云飞到底有什么买卖合作 弄不好十有八九 还是个骗子 我看不会 这个高云飞也不是一个上当的擅差 他能让这个白鹅登堂入室 一定是别有用心 那你的意思呢 给 就算是被他骗上一把 咱们也要给 起码这样一来 高云飞对乔小姐 就会深信不疑了 我可是抄了整整一晚上 手都累算了 你没忘记带上陈司令给你的金子吧 我 常在道上走 翻脸不认人 你就没有想过你给了我这个 我送你一颗枪子了吗 你觉得我怕我还能来吗 我也不妨告诉你 如果我死在你这里的话 就会有人在第一时间统治军校 那他们就会认为是陈司令想得到这个计划书 而改变他们的计划 到时候呢 这个不就成了一堆飞纸了 换做我是你的话 不但不杀我 你还应该尽快地送我走 比方说送到东京香港什么的 然后再让我现现身 这样他们就会觉得 是日本政府或者港英势力想探秘而让我下手的 他们就不会轻易地改变这个计划 你说呢 要放你也可以 看来我们得重新谈谈这个交易了 不是说除了这个 你还要给我一个秘密吗 没错 可是 你想要知道这个秘密的话 你给那么一点可不行 至少要加一倍 而且我希望你能给的爽快一点 你一次付清 这样我会记得你的好 看来你的所求跟我的想法正好相反 那你就按我的所求调整一下嘛 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 还有呢 我想这些总够了吧 还不够 贪得无厌 我看你是想找死的 别着急嘛 我又不是说再问你要钱 我只不过想问你借几个手下 今天晚上到高云飞的住处来接应我 等我安全之后 我一定把这个秘密告诉我 这个好办 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还有一个坐轮椅的女人呢 亚历山大先生 你还真风流啊 你们中国人不是说嘛 人在花瞎死 作鬼也风流 可是 能活着 干嘛要死啊 那请 方公子 这回在广州有什么不周之处多多包涵 高老板雪中送叛 对我又是豪爽 小弟真是感激啊 客气客气 来咱们以醉方秋 来 我和太太有事 你到门口看着 太太 我决定了 今天晚上带你走 今晚 请 来 坐坐坐 你们俩吃饱了喝足了 才想到我呀 哪里 我们边吃边喝的时候 谈的话题一直就是你 高老板真是豪爽啊 跟他在一起大受开导 我真是羡慕高老板 我还羡慕你呢 你看看 你有一个威风八面的爹 想做的生意都是别人不敢做的 我爹啊 威风是威风 可我根本沾不着光啊 他赚的钱是多 可是呢 我半毛都劳不着 这个好办呢 那你让高老板帮你想想办法 把你爹的钱都变成你的钱不就好了 那高老板要是能帮这个忙 我就太感激你了 咱们是兄弟就别谈感激了 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说出来 我都会两肋插刀的帮你的忙 但是你总得让我见到你这个威风八面的爹 跟他谈一个互惠互利的大生意 好让你方公子也是裁员滚滚来啊 要见方市长 那可难了 方公子一直说的 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难得今天高老板这么大方 这个好说 只要高老板能帮我这个忙 我一定帮你找机会 我爹啊 对您这么大的一个买家 肯定会感兴趣的 哈哈哈哈 还是方公子会说话呀 啊 那么为了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我们再喝他几杯 余小姐 把你存的酒拿出来 你们还没有喝够啊 可是不要把刚才的话 当作酒话哦 拿着这个 这个 这是 我不是说过吗 我们走之前 一定要把它解决掉 这样可以确保我们 从容地离开 嗯 请坐 嗯 沈小姐有什么事啊 高老板 听说亚历山大要找你做生意 亚历山大 你说的是那个外国人吧 他确实找过我几趟 但是也没有做成什么生意啊 因为说来说去我跟他不是很熟 而且他毕竟是一个外国人嘛 我不知道沈小姐问这个 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只是希望高老板如果见到他 请及时通知我 那当然了 我一定会 我还真没想到 这个洋人还这么得罪沈小姐了 是我引狼入室啊 他利用我的信任 拿走了一些我保管的机密文件 哈哈哈哈 这家伙真不简单呢 我本来还以为他只是一个 投机淘宝的小商人 真没想到他还是个大盗呢 他是个政治窃贼 对我们军校已经造成很大的威胁了 所以我一定要尽快抓到他 好如果我有任何消息 我会及时告诉你 那先谢谢高老板了 不用谢 嗯 告辞 好 慢走 老弟啊 我看那个洋人 你还是小心点为好 我心里有分寸 难道你忘了吗 我们不就是为了枪吗 管他爱干什么 嗯 乔老板 乔老板 我还以为你要过两天再回来呢 呦 高老板是担心我呢 我还担心我的钱呢 哈哈哈哈 玉兰堂这么大 我怎么会让你担心你的钱呢 我倒是不担心高老板 只是担心跟高老板合作的人 既然我已经答应高老板了 那我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好 里面请 来 请 快点 快点 那边 来来来来 这儿 先搬过去啊 好嘞 小心 小心 你利索点 快点 好 好 不是说好二十只吗 怎么就五只 我们刚被军政府查封了几批货 多余的我们得先满足于小姐 人家可是拿金子来支付的 所以我只能给你留着五只 已经非常不错了 谁不是拿金子支付啊 我告诉你 要说金子别说他于兰心 就是连陈九明他也得向亚历山大家族臣服 我欣赏豪七万丈的人 但是我更看重实力 就这五只枪不仅要你手上的东西 还有你从于小姐那儿弄来的金子 反正你多的事不在乎这边 我知道了 怪不得你急着让于小姐跟我交易 原来你是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中国成语学得不错 不过有没有听过于俗语 无伤不肩 你休想 做你的美梦去吧 告诉你 如果没有二十只枪 你别想拿我的东西 我真的好害怕呀 不过我听说于小姐那儿有一个腾鞋本 据说腾鞋的还不错 那我干脆连这五只枪一起省了 跟他做生意去吧 你 你简直就是合诈嘛 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想黑之黑是不是 面对现实吧亚历山大先生 如果你够聪明的话 一样可以从高云飞那里赚到钱 我没有那二十只枪 怎么跟高云飞交易赚钱呢 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就这五只枪 而且十天半个月我也不可能弄到新货 不过我听于小姐说今晚你有行动 那么我给你再多的枪也是浪费 我在外面给你准备了一辆车 算是我和于小姐送给你的 还有这几个伙计 下午你可以借着送货 待他们熟悉熟悉地形 晚上好来接你了 没错我要的就是这种快枪 高老门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世道 枪才是枪手货 要不是我的话 你就是再有钱也搞不到这些枪 不过很可惜啊你只搞了五支 对啊因为我手头没有那么多仙钱嘛 我只能搞这么多 关系我是有的 可是人家说人家也得吃饭啊 你只要给钱给他爽快 别说五支了 五十支都没问题啊 五十支 对啊 对啊 那你就告诉你的朋友 他所有的枪我都要定了 我玉兰棠就是杂锅卖铁也要把他的好枪都摆下来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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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生你的气还不知道消了没有 他现在有客人 你让我这么去见他 我没这胆子 可是我真的有急事啊 那你就告诉我什么事儿 我进去告诉少爷 他愿意出来呢就出来 不愿意我也没办法 嘿嘿 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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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法跟你说 我就剩下这点家产了 他就是觉得在码头上干活干得太辛苦了 想回来做点轻松的事情 你让他在门口等着 没我的话别走开 我会玩客人再见的 不见顺生了 apples 誰正在说 他说你拿了他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很重要 弄得我对这个东西也很感兴趣 高老闆 你知道我什么生意都做 你要强 我可以帮你搞得到 你要别的 我也一样可以帮你搞得到 只不过这一切都要建立在 我们互相信任的基础上 你说呢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他 你藏在这里 给了钱还不让我进 什么事都 紫月 你要答应我 我们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这西餐看起来真是丰盛啊 有西餐没酒怎么行啊 阿嬌 把酒倒上 是 先给客人倒 这个规矩都不懂啊 是 不 高先生 其实我本来就不胜酒力的 尤其是中国酒 我几乎就不喝 今天主要是为了让高老板开心 还是你先请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会儿给他少倒一点 其实你在中国 应该尝尝中国酒 和中国人打交道 怎么能不喝中国酒呢 对 阿嬌 你倒完酒 请太太下来用餐 阿嬌 先生不是让你叫太太吗 你去 这里有我 好 来 高老板请 谢谢 我们中国人喜欢对饮 都习惯了 还是等我太太下来一起喝吧 好啊 今天眼前亚历山大先生 是谈成了什么生意吗 确实 我们之间做了一笔大生意 那既然是庆祝 为什么不喝酒呢 因为亚历山大先生 不喝中国酒 云飞 这就是你没进到主客之道了 主人没动 客人怎么好先动杯呢 这就不错 这就不错 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钱都不管用 得想想办法 得想想办法 高老板 高老板的酒量真是太好了 来 为了我们这次生意合作成功 你一定要多喝两杯 朋友不劝酒 看来 只有我们夫妻俩对饮了 好啊 我陪你喝一口 你也少喝点吧 难得我老婆对我这么好 那我还得喝一杯 喂 少爷 少爷 小心啊 小茶狐 你没看见我在请客吗 要胡闹也得看场合 少爷 这个洋人不简单 小茶狐 你不要胡说 这是云飞请的贵客 小茶狐 我倒想听听 这杨先生有什么不简单呢 他呀 他什么都没有 全凭一张嘴 骗人的 小茶狐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这是我请的贵客 你竟然说他是骗子 亚历山的有枪 你有吗 你就是个混蛋 你骂我 高老板算了 别和他一般监视 小兄弟 如果我有什么地方 得罪你的话 来来来 喝杯酒吧 我们化干戈为渔泊 不要给他喝酒 他根本就不配喝这杯酒 他只配在洪秀昭做个混混 要不然在码头 好好扛大包 是 我是在码头上流臭汗扛大包的 你罚我去做什么我都做了 我为什么不离开你啊 因为我念在我们的旧情上 你怎么能这样的 狗一费 来人 少爷 等一下 把小杀伟给我关到后院里去 他要敢动一动 就打死他 喂 少爷 我说这些话都是为了你好啊 你自己不知好歹你 啊 高老板 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被这小子气着了 就这么把我赶出来了 我是为了他好 二少爷平心你不是不知道 真把他惹急了 能把你皮都拔了 你要就闭嘴吧 等他气消了 就什么事都没了 你们这是 他喝多了 少爷要他去后院行行酒 那你们老爷呢 和一位洋朋友在上面吃饭 少爷的事我也不便多说 你别过去 我告诉你 我给你个瑞士报 那行的 还快走 快走 走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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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喝 没事 我没放毒药 可是下不了这个时候 换了安眠药 让他安静静睡一会儿就好了 我喝得不多 不过头还是好晕 好 你没事就好 阿娇 把小姐的东西赶紧带上 安安 帮我扶着小姐 不要 留着他早晚是后悔 不要 别伤害他 别误会 我是你们的朋友 我怎么相信你 我是清云磁庄罗小姐派来的 我的弟弟 就是被高云飞所害 你要是不信 就把刀给我 我当着你的面 杀了他 好 来 你杀他 你把那个女人绑起来 我 快走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来 来 救命 少爷 温温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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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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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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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云呢 喂喂 少爷 等我 我说的没错吧 那个雅丽山蛋不是好东西 雅丽山蛋是个洋骗子 集合所有的人 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是 有通行证吗 通行证 往前走就是叛军的防区了 如果没有通行证 请你们天亮再走 有通行证 我 就会有通行证 啊 10212 没错 好记性 我就再告诉你 另外一个数字 2623 2623 什么意思 我要是明白的话 我早就是百万富翁了 不过 这确实是我父亲 传下来的秘密 生下来的 就靠于小姐自己琢磨了 你要是信得过我 就放我们过去 放他们走 是 后会有起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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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